草屯镇引进丽南瓜种植后 面积最多达到了60多公顷 但面对气候越来越不稳定 高温的环境下 丽南瓜的成长就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因此农会举办优质丽南瓜栽培管理 及病虫害仿制研习 以去年度来讲 丽南瓜因为收成没有很好 那当然价格很高 但是你价格高的情况之下 你没有丽南瓜也没有用 但因为没得收成 所以说这一两年来 其实丽南瓜的这个栽培面积 有稍微做一下下降比较少一点 但是我们是希望说 如果我们可以克服这个病虫害的防治 然后让收成好一点 我相信会有更多的农友来投入这个产业 前间管理也是自己要自己注重一下 还有前间附近的环境 因为像刚才博士讲的 因为像你施药他就跑去旁边 你要不起过他就又回来 就真是恶熏熏往真要下去 通常草屯地区的丽南瓜是农历春节前后采收 所以在九月中旬之后会开始种植 但有时温度仍然相当高 尤其今年过年时间较早 农民想提早栽种的情况下 透过研习活动邀请专家前来授课 希望针对问题找到改善的方法 希望他们能够在开花结果期的时候 能够顺利的结果 然后在卓果的中后期 也能够利用一些枕枝修剪栽培管理的方式 能够来提升果实的品质和产量 去年以及我们今年都注意到一些干旱的时间比较长 所以在病毒的一些小型昆虫 所媒介的一些病毒的病会比较常发生 所以说我们今天会针对这个病毒病 来跟各位农友说明它的种类 以及一些防治的一些策略 藉由邀请农业专家与农民面对面的交流 针对利南瓜的栽种管理进行探讨 希望让草屯这一项重要产业能够继续推广 提升农民的收益 记者蔡世奇 草屯镇采访报道